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造成12人死亡的悲剧 场景转到台湾的自由广场 这天晚上在台法国人台湾民众 手举我是查理的标语 点上蜡烛悼念枪击案中的罹难者 这次事件过后各地纷纷起来捍卫言论自由谴责暴力 不仅举办实体活动 社群网路上我是查理的hashtag 也成为象征自由的关键字 不好的情况我们是不鼓励的 但当然会只会发生说 我们必须要以正当的手段来捍卫 来让他走上一个正确的道路 应该是爱跟尊重还有包容 去接纳不同的情绪 以维护言论自由的同时 如何以尊重代替对立 更是接下来要继续努力的事 记者吴云轩吴鼠平台北采访报道